爸爸妈妈在我的医院的旁边那里去脚 就是陪我一直玩 没有可以脚 唯一起亲子之间发生了点点滴滴 让人不尽暖在心头 然后孩子也请你们去感受一下 爸爸妈妈的手 有没有变粗糙了 然后是不是有生茧 配合双清洁的到来 新加坡慈祭大幼教中心 亲子班 安亲班和慈少班 举办线上孝庆活动 除了温馨的亲子互动环节 小朋友也透过凤茶和育卒 来感恩爸爸妈妈 长大一点 长大一点 懂事一点 敬畏啦 他是有会感动 对对 因为平时都是我们 因为他还小嘛 很少说要他去做什么东西这样 换了一个女人教室这样 有种感觉 从幼教到亲子班 每年都会为父母凤茶和育卒 至今已有七年的时间 十一岁的潘逆心和九岁的潘逆琴 把对父母的爱通过行动来展示 我觉得凤茶的意义是感谢爸爸妈妈 因为照顾我们 支持我们 每一年都有不同的感动 凤茶其实是一个华人礼仪 很简单的一个礼仪 可是里面所包含了感恩尊重爱 所以呢就是让他们可以在生活上学习到近视语里面的行动 在我这个人的能力我可以帮爸爸妈妈 不要让他们生气 先把自己顾好才给别人 帮妈妈妈 我从小到大都在我的旁边 爱爸爸妈妈妈妈 疫情之下 即使没能出门庆祝 一杯茶 一个举动 也能表达心中的爱 这个双清洁 依旧温馨十足 大爱新闻张玉佳 戴小庆 新加坡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